接下来是一只医疗讯息 一般人都会将视力衰退 体力不佳当作是老化的现象 但是这其实这些症状 很有可能都是因为脑下垂体出现肿瘤 而压迫到神经所造成的 有一名72岁的王先生 就是因为出现了视野缺损 伴随着身体疲累 甚至到后来还出现了严重的呕吐 到持基医院求诊才检查发现 在脑下垂体有隔4公分的肿瘤 手信经过鼻腔内视镜导航手术之后 成功栽除 也让王先生的视线和身体 逐渐恢复了正常 72岁的王先生 因为左眼看东西 总是会出现一条横线遮住视野 原本以为是眼睛问题 但伴随着身体疲累 甚至发生严重呕吐 到持基急诊检查才发现 竟然是一颗近4公分的脑下垂体肿瘤作祟 有一个黑影遮到我的视觉神经 遮到我的视觉 然后我去眼科门诊 眼科门诊后来帮我转到长庚医院 去也是眼科的门诊 他在详细检查以后 发现是疑似肿瘤 他这个肿瘤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那大小就大约是这个乒乓球的大小 那他对脑下垂体推积 要视神经推积 对 所以他其实是相对算 以这里的肿瘤算蛮大的 你正常的脑下垂体 他不到一公分 差不多一公分左右而已 他已经是将近3.7公分 慈禁医院神经外科医师 黄国锋表示 脑下垂体肿瘤症状 除了压迫式神经 导致视野催损 也会造成荷尔蒙分泌异常 出现低血钠的状况 幸好经过神经外科 黄国锋医师 与额比喉科黄童森医师合作 透过鼻腔内视镜导航手术 精准地摘除肿瘤 内视镜 然后经鼻腔的切除脑下垂体手术 那配合导航系统 那把这个肿瘤 几乎完全切除 视觉神经也恢复了良好的状况 那一直追踪 我在黄医师这里一直追踪 追踪好几次 也是照了好几次的核子共振 原来三公分变成不到一公分 大概零点多而已 那一直追踪到十月几月 那半年以后就好像恢复 身体就恢复了良好 为了感谢慈激医疗团队的照顾 并换王先生特地送上了苹果制衣 医师也提醒 虽然一般好发年龄层是在20到40岁 但有可能因为初期肿瘤较小 随着年龄增长 反而是到老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 因此如果发现有眼盲 食欲减退 呕吐等症状 最好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